王金平和蔡英文今天 他們去告解的關心 今天早期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出席 宜蘭動員這話當時表示 兩人只是朋友又吃飯 沒有政治的目的 不需要過分來解讀 所以清楚也說 王金平和蔡英文兩人是老朋友 今天也是常常有的事 沒什麼好奇怪 立法院長王金平和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王蔡惠日前曝光 引起政壇側目 各種揣測紛紛 蔡英文上午表示 總統大選後 他就跟王金平定下餐序時間 只是很平常的餐會 不需要過分政治解讀 沒有什麼政治性的目的在裡面 那當然在中間的閒聊的過程中 大家會對一些議題交換意見 那這個時候王院長 應該是蠻關切這個臨時會 那麼他把他拿出來做交換意見 我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們是老朋友見面也是常有的事 這個不必太驚訝也不必太過度解讀 外界關注王蔡惠民進黨主席蘇丹昌是否事前之情 蔡英文沒有正面回應 只強調和王金平討論立法院臨時會的相關議題 而上午蘇財兩人原本要共同參加宜蘭羅東聖母醫院六十週年和醫療大樓動土典禮 蔡英文卻臨時取消行程 直接來到同萬節參觀 避開蘇財同臺 因為家裡有點事情所以敢來不及了 因為今天雪所以是真的蠻急的 對於王蔡會面蘇財兩人都低調回應 不過蔡英文在臨時會之前先和王金平討論議程也引起各界關注 記者林姓陳信龍SNG小組 宜蘭報導